一二三月把它合併成为一季 那一季的部分的话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一月 然后里面的资料 二月里面的资料 三月里面的资料 全部把它合并在一起 当然将来 如果你有一整年的报表也可以 那观念原理原则都差不多 那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直接怎么办 直接利用那个复制 直接利用复制贴上的方式 把它直接这个 A2然后呢CtrlShip加end 然后Ctrl加C 其实就是复制贴上的 那如果说你在Essail里面 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 那如果说用这个SS的话 你可以把什么一二三月的资料 工作表汇到SS 变成一个资料表 然后呢再把它怎样 从SS里面读回来 不过这个地方必须再借由ADO元件 跟那个Seql语法 把资料读回来 那方法当然至少有两种以上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看各位 就是说资料量多或少 还有就是说呢 你是不是会资料有共用的问题 如果有共用问题的话 当然尽量用资料 会比较好解决 OK 那 画面部分的话呢 主要就是这个地方 那各位可以回去再把这边再多做 做练习 可以用在别的地方上面 如果你有多个工作表要合并的话 那基本上 特别注意就是说 有一些原理原则 还是一定 不会改变的 主要就是怎么样呢 怎么样去新增一个工作表 所以这两行很重要 将来可以操作在很多地方上面 也就是说呢 这两行呢 Shits 特别注意哦 Shits是工作表 反正以后无论如何 前面用很多是Sales跟Range 我一直强调 那Range是一个范围 Sales是一个储存格 那用法一定会有不一样 Range的话呢 比较适合是一个范围 但是它的缺点是 它是指向一个英文 就是它名称里面的英文的话 比较不适合跟那个什么呢 回圈共用 因为回圈 回圈的话呢 都是用数字在累加 或者累减 就是增加或减少 那可是如果说你用那个 Sales就比较不会这个问题 那在那个 以Sales里面不外乎就是什么 出售格嘛 然后再来就范围 那再来就是什么 工作表 有没有 工作表就Shits嘛 或者是工作簿啦 工作簿就整个档案 基本上主要就是这一些东西 如果你要增加的话就是什么 Add 有没有 这个部分 然后在哪里增加 那你要告诉他说 你要在前面增加 还是后面增加 比如说你After 你也可以用Before Before的话就是说 在哪一个工作表的前面 那一般会加在哪一个 一般都是加在最后一个 所以最后一个 其实就是这一行 After冒号等于什么 Shits 然后呢 哪一个 后面就是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就是说现在有几个 那几个 在几个 比如说总有三个 那就是在第四个嘛 就是After就是第三个 后面就变成第四个 那增加一个之后变成第四个 所以呢 Shits 这个地方Shits.com就变成4了 本来是3 变成4 是因为增加一个 然后呢 最后一个就 名称叫第一期 那基本上这种用法很固定的 所以这两行其实还蛮常用到的 如果说你将来要 用在别的地方上面的话 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做 那我们跑回圈的话 因为会有前面有三个 一二三月